我的癌症因為已經轉移 雖然看得見的那些腫瘤都把它移除了 可是那個細胞是眼睛看不見的 癌細胞就是以他們的推測 是我可能全身都有癌細胞 只是他不知道在哪裡 還有他什麼時候會怎麼樣也沒有人知道 那之前是做電腦斷層攝影就是安全的 那接下來要做一個更精細的檢查 我的爸爸故事 然後我的媽媽 我的親生媽媽是不承認我 而且從小是拋棄我 然後也沒有陪伴也沒有養育 因為如果我超台之後 假如是親來繼承的話 是對愛我的人是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沒有義氣吧 距離上是檢查我現在是安全的狀態 但是我下禮拜又要去住院了 還不知道是什麼結果 然後癌症其實就是很神奇的一種病症 我覺得我得了癌症之後 他讓我改變了很多我之前的想法 還有工作型態 就是我的身心靈其實都一些轉變 我開始學習愛自己啊 然後推自己好啊 然後去跟人溝通啊 讓自己快樂啊 這些其實都是我得癌症之前 沒有學到的東西 以前我就是工作很認真 然後追求名利 然後讓自己就是 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價值 因為自己就是比較沒自信 可是現在發現這樣 如果再這樣下去我是活不成的 因為得了癌症 如果還繼續這樣的話是 是活不了的啊 所以所以就轉變我的心態 因為以那個 以醫療的系統跟他們的主張 我的癌症因為已經轉移了 雖然看得見的那些腫瘤都把它移除了 可是那個細胞是眼睛看不見的 癌細胞就是以他們的推測 是我可能全身都有癌細胞 只是他不知道在哪裡 還有他什麼時候會怎麼樣也沒有人知道 那之前是做電腦斷層攝影 就是安全的 那接下來要做一個更精細的檢查 因為癌細胞會有大小 就是那個腫瘤就比較大 癌細胞就比較小 因為我沒有結婚 然後我也沒有小孩 那假如我真的轉開的話 我的財產是那個繼承的順序啊 我想說喔原來我的父母可以繼承欸 那我的家庭背景還蠻奇妙的 因為我的爸爸過世了 然後我的媽媽 我的青森媽媽是不承認我 而且從小是拋棄我 然後也沒有陪伴也沒有養育 所以如果我擦牌之後 假如是 恩 親來繼承的話 是對愛我的人 是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 沒有義氣吧 小白會有一份嗎 當然啊 呵呵呵 他會佔幾層 他會佔幾層 欸 這個 就看 到時候怎麼分 誰照顧他這樣子 對啊 好怕怎麼辦 之前有說過想要花帳這件事 那有想說跟小白也幫他留一個位子嗎 可以一起 哈哈 他要花帳嗎 小白你要花帳嗎 他應該想跟你一起 就是可以長長久久陪伴啊 蛤 真的嗎 對啊 這個我不知道欸 我沒問過他 而且他也沒辦法回答 他要給你力量 讓你繼續好下去 嗯 會吧 我覺得他會給我蠻開心的 嗯 我不會給他 有一點點 像是給你 有一點點 雖然都剩下 也有一點點 不過有一點點 我已經出去了 感谢观看